水湿为万病之源,水湿在哪里,病就在哪里 今天沈医生分享一个医生张仲景去水湿的名方 让你无湿一身轻 很多人都被湿气症状困扰 用了很多去湿的药,效果都不好 关键就是因为没有从根源上找到水湿产生的原因 其实产生湿气的源头 就是体内的水液没有及时的排除体外 长时间集聚在体内就形成了湿气 所以单纯趋湿只是治标 想要治本,还是要把体内多余的废水排出去 湿气自然也就没有了 那我们人体水液的正常运行排泄靠谁来管理呢 靠的就是肺、脾、肾、三脏 如果这三个脏腑出现阳虚情况 就会使气化水液的功能不能正常工作 影响体内水液的代谢还排出 水液很难蒸发气化掉 就积聚形成有害之水 水湿停留之处就会产生各种疾病 那该怎么样补充阳气 让体内的水液代谢正常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从根源上驱水湿的方字 五陵散 五陵散是张仲景所创著名利水方 被赞誉为千古利水第一方 用于治疗气化不利所致的去水助症 利水驱失作用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从水液的源头去治水 可以说是标本同治 像我们平时遇到的水气重 所产生的全身乏力 腹胀食欲差 大便不成形 尿贫尿不净 舌苔白 齿痕重等湿气重 方子只有五味药 猪磷 茯苓 白猪 蛇蟹 桂枝 但是有温阳化气 沥水甚湿的功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方子的配用 方子 竹铃 杏胃 肝 肝 但平 但能肾力 故其偏于力水甚湿 又因生而能降 降而能生 不仅能湿体内之湿 还能除皮肤之湿 则蟹能蟹内脏之湿 胃肝而淡 但能肾蟹 所以力小便 蟹肾中虚火 与株灵相配 则蟹偏于趋内在之湿 竹铃偏于趋外在之湿 共同力水泄灼 将体内打造的肝爽舒适 白猪 健脾液气造湿利水 能去脾胃之湿 把湿气化成水蒸汽 通过体表毛孔散发出去 芙苓肝而平 健脾利水 肾湿消肿 把脾胃的水湿从二变排出 四味药配五 从多角度达到 沥水渗湿的目的 桂枝就是这个方子的点睛之笔 桂枝 性心 温 助阳 通阳化气 膳驱风湿 温通经脉 像太阳一样将水湿气化掉 加强肺脾肾的排水沥湿功能 五零散是张仲景的去水湿名方 临床上需要医生辨证你的情况 指导服用 不建议盲目使用